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套样本间 这套样本间的间商是莱纳地产 就是莱纳尔 这个莱纳地产在中国好像有一个莱纳中国 所以好多咱们国内的这个买家还是对它有认识的 那莱纳地产是一个很大的建商 可是它并不是做高端房子建商 它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它的高端地产叫Village 那莱纳就是它普通的一个品牌 也是它大公司的品牌 这就相当于丰田的高端叫雷克萨斯 然后丰田的普通叫丰田 就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吧 然后我们一进来右手边是有一个袖子间 一个卧室 但现在就被他们当成了办公室用了 这个房子严格来讲算是一层半的房子 因为它大多数的卧室都在一层 是比较小清新 小温馨的那种房子 并不是那种非常大高端 停打窗户大气的那种 它的风格不太一样 就很小温馨 然后洗手间的另外一面呢 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储藏间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 基本上就像一个套间一样 这个卧室门口是洗手间 然后 左手边这边这个门 其实开开就是一个车库的门 它就是车库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继续往里走 往里走走到这边呢 右手边 呸 左手边 左手边就有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实际是洗衣房的位置 要么今天晚上就放了一个打印机 但其实它是个洗衣房 然后这边呢 其实是第二个卧室 它就是把它做成了选件的东西了嘛 因为新房子有很多东西的选材 是可以您自己后来选的 这个房子门口也有一个洗手间 所以其实您可以看成这个房子都是套间 但是您也可以看成就这房子设计的比较好 门口都有个洗手间这样 然后呢 现在我们就往里走就可以看到它的客厅了 我们现在往里走 然后这边呢 就到了它客厅 还有这个厨房的位置 一个圆弧形的倒台厨房 莱纳地产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的橱柜呀 然后它大理石的升级家装啊 它包含的一些内容会非常多 也就是说如果您在莱纳买房子的话 它不像有的建商给您一个基础的价格之后 很多东西都要花钱 而莱纳的基础价格里面包含的家装会比较多一些 包括您现在看到的这些这种电器啥的 它都是配置的跟样板间一样的 然后厨房的基础配置也跟样板间会差不太多 包括大理石材面也会跟样板间差不多 所以你买到的房子跟样板间的差别不会太大 当然了软庄你不能算进去哈 就是比如说挂画呀 比如说这种家具呀装饰品呀 这些那肯定是没有的 还有床帘也没有 那这边就是一个客厅 你就是这个房子就属于比较小温馨的那种 我们从这边看一下往这边看是什么感觉 这样的一个客厅 然后我们现在去它的主卧看看 这个房型一楼有三个卧室 二楼还有一个卧室 这就是主卧的位置了 然后我们现在去看看主卧的洗手间 浴缸淋浴间 然后就这样一个分布 另外一面就两个洗手台 然后再往里走 这边这个门就是一个马桶间 里面是衣帽间 我们出来 这就是它主卧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 它二楼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一个一层半的 如果是完整的两层房子的话 基本上一楼只有两个卧室 然后剩下的两个卧室或三个卧室都在楼上 那这个呢就是一楼有三个卧室 我们上二楼看看 来了之后呢就是一个活动室 活动室的旁边就是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是一个半位 就是没有淋浴间的洗手间 好吗? 好吗? 我们去院子看一下 这是一个样板间 所以样板间的院子 并不能代表 如果您想买房子买到的院子 您买房子的时候 院子是可大可小可以选的 现在看样板间的院子 是这样子的 但是这个样板间所在的 这个院子 基本上是一个普通规格的院子 有这种感觉 您只能感觉到这个大小做参考 但是并不代表 然后您到时候买到的房子的院子 会是一模一样的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 GG修训房评 如果您喜欢这套房子 欢迎向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